好 观众朋友再来看到这火爆的场面 颁奖典礼领奖人却不给颁奖人面子 我们大家看到就是2023年星光电竞大赏 请来了直播主Toys来颁发了这个娱乐的效果奖 那么他要颁给也是同样知名的电竞直播组统神 但是双方过去早就有过节了 没想到Toys在颁奖宣布是统神得奖之后 统神上台却正眼都不瞧他一眼 也不愿意接过奖项 只说主办单位到底在做什么 怎么找一个贩毒的人来颁奖 随后跟着太太就直接离开现场 让原本热热闹闹的颁奖典礼 瞬间变得鸦雀无声非常非常的尴尬 而根据了解呢主办单位表示 他们原本就没有办法预期 有些人为了流量而做出类似的事情 但尴尬的是指导单位居然是体育署 但体育署立刻跳出来澄清 说从来没有补助这个奖项 自己也不是指导单位 并且也表示对于颁奖人的资格 应该要符合社会大众的期待 以神秘嘉宾的头衔出场 实况主Toys刘伟健 担任星光电竞大赏典礼颁奖人 你可以先讲一下 你来担任颁奖人的心情 为什么让你来颁奖这个奖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得奖的人认识 我想应该是有惊喜 准备颁发娱乐效果奖 这时镜头带到曾和他有过节的 电竞选手亚洲统神 下一秒意外就发生了 得奖者是国栋的弟弟亚洲统神 亚洲统神轻松幽默的头衔 怎么犯毒男犯奖 你这是指导他会怎么做的 犯毒就要光是指导审判好吗 你来这边干嘛 丢人丢死人啊你 统神脱口粗话 气氛瞬间降到冰点 不满Toys卷入涉毒案 还正大光明献身 老婆人在台下也暴气走人 整人包 尽管统神事后 金爵士太不对上台原厂 但为时已晚 何故两人两年前 曾因工商业务闹不愉快 如今彻底撕破脸 主办单位请急道歉 承认协会为考量周全 面对两人同台 所发生的状况深感抱歉 网友冒犯认为典礼是变相 支持吸毒行为 协会称入围者得奖者的经历 并未列入本会资格审查范围中 而挂名指导单位的体育署 也一并被卷入 怎料还有案外案 体育署严正告知该协会 办理活动在未经体育署同意 不得散列体育署为指导单位 体育署的立场就是 运动竞技绝不能与毒品划上等号 体育署声明强调 从头到尾都没提供补助 也未加入活动规划 第一时间已经要求电竞协会 向国人致歉 后续向加强辅导 暗示无形间被吃豆腐 这下争议爆发 必得划起界限 而再来社会大搜查信 我们带您看到 日前我们才报导过 在台北市居然传出了母女党 三度想要杀害自己的亲友 来谋财害命的事件 没想到呢 随着母女俩已经落网之后 越来越多的案情抽丝剥茧 据说受害的还不止这一名亲戚而已 我们有请冠英来听我们说明 哈喽 新华晚安 大家晚安 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案件大家就觉得很匪夷所思了 三度下手 不过也好险哦 这个小姑真的是命大 都逃过了每一次的魔爪 但没想到另外一个恶姑也是有苦难言 没错 其实这个事情在第一次 当下第一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蛮有印象的 因为当天其实就是我专门去处理这个事情嘛 那当时这个华尔街女神 她自己疯憾华尔街女神 他们的手法真的是极其恶毒啊 怎么会有这种 2023年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他们为了夺小姑的财产是三度 涉局杀人 而且呢手法都非常的残忍哦 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他自称华尔街女神 她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背景 来看到呢就是这个 这个成性女子呢 她这个自己封自己叫做华尔街女神 甚至呢还曾经呢放自己跟这个小布希 这个美国其中小布希的合照 那么来拉拨投资 她主要就是说 她可曾经是这个一些交易员的一些身份啊 她很会交易 所以她也赚了很多钱 那么甚至呢她还说 她在这个华尔街里面啊 曾经是一个礼拜就赚进了50万元的这个美金 甚至呢她还说她十年来哦 这个身家已经来到了上亿元了 后来呢她还说 她其实有一个双主修这个学位啦 包含这个台大地质系啊 台大化工系等等 她就说她可能是一个高学历 那么甚至还封自己叫做华尔街女神 这个其实她真的是她自己封的耶 她说她自己开了一个这个脸书的粉丝团 投资教师 对上面就叫做华尔街女神的一些什么什么 投资教师之类的 那么刚刚提到投资教师 她确实是有开班授课 她有去当讲师 就是在某一可能 就是专门教人家怎么去操作这些东西啊 怎么赚钱 但现在其实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就是如果真的是投资女神 华尔街女神 那为什么还要觊觎小姑的财产 对就是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效 因为现在老师都缺钱了 还要去杀小姑来赚钱 就是上她的课真的有效吗 不过她其实我们当时就有 有一些消息传出来说 他们在这一栋信义区 这个真的是精华地段 我们也当时有到现场 真的是精华地段 台北市的精华地段 这个大楼里面豪宅 他们在里面 他们算是地主户 所以他们里面有四户 全部都是他们的亲戚 那么这个里面的四户呢 我们来看一下有谁 包含是一户是她的妈妈 这个陈女的妈妈 然后一户是这个陈女 她自己住嘛 那么另外两户有一个是她的小姑 还有一个是二姑 所以他们总共在这里面 是四户的地主户 那么其实呢 他们两个的这个房产怎么得到的呢 现在就传出来哦 原来他们之前 他的这个生父啊 是他们 他的 他的爷 等于他的爷也是 信义区里面当地的一个大地主 是 所以他们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钱 这个陈家真的是 当地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家族 所以但是呢 他的爸爸其实已经走了啦 但是他们就留了一个 蛮庞大的遗产 留给他的老婆跟小孩 但是他老婆跟小孩居然是 马上就把这个家财给散尽 就是已经没有钱了 有点缺钱 再加上他的这个 这个投资 好像也没有赚回来 他们散尽的钱 所以他才把目标 放在他的小姑身上 但是呢 为什么会选他小姑呢 是 因为小姑是不是没有结婚 没有小孩 这个小姑他没有结婚 没有小孩 所以呢 他觉得说 这个小姑那如果他 如果他之后 因为他年纪也大了嘛 财产无人继承 对他们 如果继承的话 搞不好可以给自己来继承 所以他们用一个 用一招很可怕的一招就是 他们直接到这个护证单位 他们偷了这个小姑的 这个证件 硬件 对 然后他的妈妈 自称我就是这个小姑本人 然后跟他说 我要收养这个 我女儿 所以他就说 而且还通过了 最神奇是还通过了 没有人认出来 他不是本人 居然让他通过 所以他们现在其实也在打 这个收养的官司 因为小姑后来才发现说 我怎么没事 多了一个女儿 其实哪时候多了 而且还多了一个 我很讨厌的人 那怎么办 所以他们现在打这个关系 但是就是因为刚好有这个身份 他现在就是他的女儿 在法律上是这个没有错 所以他们就是想尽办法 要把这个小姑也杀掉 有三 他们三杀这个小姑 但是都失败 所以现在变成最后一次 在上一次的这个持狼头 在这个楼梯界里面攻击小姑 但是也没有成功 所以这两个人 现在目前是以杀人未遂来起诉了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人 也非常害怕 就是刚刚提到他的二姑 他的二姑 现在也非常担心 就是我们就是后来 其实当天有稍微去问到 他的二姑的一些资讯 那么其实这对母女真的很可怕 他们就是当初为了要骚扰他的二姑 也是基于他的房产 因为就是他们就是要里面 我们四间我们全部都要 我这个母女就是要把这个四间的房产 全部都要下来 但是呢 他当时为了要骚扰这个二姑 他是用一个很知名的房仲的一个名义 他寄了一些礼品 或是一些中秋礼盒 或是一些茶叶 这些柚子等等东西 一直不间断的寄给他的二姑 那么目的其实就是要逼 他的二姑可能是要见价来卖他的房子吗 就是也不确定了 但是这个举动也造成他的估障不满 就是他二姑的老公不满 他跑去跟这个房仲说 那你干嘛一直寄一些东西给我们 我又没有要买房子 你照想对我们的房子怎么样 但是这个房仲一听就觉得奇怪 我没有做这些事 我根本就没有 从来就没有寄什么任何东西给你 我也没有看过你的房子 甚至不知道你的房子在哪边 后来他发现原来是这个房仲的名义 被这对母女给盗用了 所以后来这个房仲 他也去提告这个母女 那目前也正在官司当中 不过我们其实还有个题外话 其实这个二姑一家人 他们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害怕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小姑他们被他们在家里面 持狼头攻击 那么造成这个非常严重的伤势 偏偏二姑就住在旁边 那哪一天换我们被攻击怎么办 那所以后来他们这个二姑他们的家人也有提到说 他们知道这个小姑被攻击之后 其实他们一家人真的是吓到 搬到外面的饭店住了两个礼拜 根本就不敢回家 谁知道哪一天换我们回家被他攻击要怎么办 就是可见这对母女真的是有多恐怖 对所以就是希望司法可以给这对母女真的是惩罚 然后让他们好好反省吧 要不然就是真的 这是一个富不过三代 那么财不露白 可是觊觎的是你的亲人的时候 又应该如何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难题了 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大家都说因为现在都市里面寸土寸金嘛 所以这种台北市精华地段的豪宅 引起了家族间的觊觎 但是我们也知道寸土寸金的台北最难最难的问题 就是停车的议题了 交通部呢一直命令就说 现在骑楼都不能停摩托车了 结果没想到引起很大的反弹 可是现在却变成了全台湾到底骑楼可不可以停车呢 变成一国恩制 有各式各样的法规吗 对没错 其实我们在6月这个新的制度 就是我们当初这个行人地狱的这个新制度上路之后嘛 这个骑楼不能停车 他其实也算是在里面一个可以检举的项目之一了 但是似乎这个新制度上去之后 交通部的这个配套措施其实是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当初呢就引发了很大的民怨啦 反弹等等 他说我车到底要停哪里 我每天都停在这里 突然跟我说不行 那我现在怎么办嘛 那就是后来还造成一些检举量大增 那么也确实 他们也发现这个在都会地区的这个停车的空间 确实是不太够 没有错啦 所以呢他们在11月的时候 又有一个新的规定出来 就是说我们当初的这个规定本来是可能你要罚钱 然后你还要被祭典 那么现在他们说 一样要罚钱 但是不用祭典了 那祭典其实他也不是不用啦 就是延后可能延后一段时间 我们等我们做好配套 我们再来祭典 因为毕竟祭典这个比较严重嘛 对会涉及到吊销驾照 对 有些职业驾驶 他可能就不能再也不能工作了这样子 那么他们就是把这个责任 就是全部想要甩给我们的地方政府 就是你们去决定就好了 只是现在不干我们交通过的事情 你们地方政府帮我决定 你们到底要怎么做 每个地方就自己来 那地方政府他们现在怎么决定呢 我们来看 现在目前可能台北市的部分 他们暂时好像没有要离交通部 他们就说 我们不影响交通安全的情况下 其实骑楼这边停车的话 我们是以劝导为主 我们也不会去看开单 但是这个新北市 他说目前是有条件开放 但是他基本上是不开放的 他说目前是不可以停汽车的 但是可以停机车 不过他们是一列为限 就是你只能停一排 但是必须要预留1.3公尺以上的人行空间 那么另外在豪远他们也直接说 我们不开放 因为他们说我们可能在深夜 凌晨的检举案其实并不算很多 而且他们的停车状况其实没有这么严重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在劝导 如果我们正要向台北市这样劝导的话 其实执行上可能是会有一些困难的 那么另外台中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到台中目前是在演绎中 而且这个市长卢秀燕他说了蛮重要的重点 他说他们认为这个交通部的修法 其实算是有善意的了 就是要替全国来解套这个部分 但是他们觉得他也觉得说 这个法规才公布一个月而已 其实配套真的是还没有完成 他们也觉得好像还不是很OK 那么他也提到 其实双北地区确实是地下人筹 所以他的规定严格一点是没有错 但是他现在认为 其实台中跟双北的状况其实不太一样 他觉得台中中南部呢 可能是可以放宽的 但是他也觉得说 这个各县市可能不该有太大的落差 就是规则不要差太多这样子 那么再来看到台南 台南则是说他们是有条件的开放 他们说其实他们本来这个骑楼 就有设置一些机车停车区了 但是还是必须要保留相关的 这个行人的这些走路的空间 而且这个距离还比这个新北 还要多一点 是到了1.5公尺以上才可以 那么高雄目前是在演绎中 他们说他们还是以劝导优于取缔 但是一样要留这个行人通行的空间 那其实我们讨论这么多 主要还是一个因素 为什么会有南北的问题吗 那么主要就是因为台北 我们可能这些房子比较密集 又比较窄 人又多 那你真的这个车子停进去 那人要走哪里啊 就是所以我们一定要 比较严格的一个方式去执行嘛 但是呢中南部 他们其实有很多一些 比较偏乡村的地方 或是有些人 他们可能一些透天啦 或是一些地方 那么他们也习惯这样停 那么他们可能在那个地方 停的车的时候 比较不会影响到太多人的情况下 这个是前提 就是不能影响到行人走路 这情况下他们才会去开放 去放宽这个部分 所以呢到时候可能规定下来 南北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就不太一样 嗯确实 所以这个交通部的心智 就是希望把行人的路权的空间 放到最大 可是台湾真的是地下人愁 特别是双北市 都是有这么的拥挤 那很多的机车族 双北通勤也都是仰赖机车的 没有地方可以停 到底要停在哪里 恐怕势必又是个大灾问 还会引发抗议 而现在也有很多民众想问 如果我家是透天错 那我家私有地的7楼 我到底是可以停 还不能停 透天错没有停车位 住户大多像这样 把车停在住家门口 但要把路还给路人 交通部本来颁布新规定 违规就要祭点 大转弯后 现在似乎规定又要改了 交通部暂缓 骑楼围停祭点 要各地政府弹性处理 盘点后再来评估是否祭点 骑楼本来就是给了行人走的 骑楼里面尽量就是不要停车 静止好 为什么 才不会到时候 你要出路比较不方便 但有些不是在闹出的骑楼 新北市政府跟桃园认为 夜间检举汽车停在骑楼的不多 改劝导难执行还是倾向禁止 只是台北市认为 就规劝就好 毕竟是自宅 而台中高雄还在评估中 而对于机车各地看法区域类似 因为大多店面前都还有空间 只要不并排 留下了1.3公尺的人形空间 建筑物间也要空出0.9公尺 只是对于捷运站 医院 托婴以及长照中心 全面禁止 但停车的太多 然后就是停车格太少 所以大家都没有那个 都停上汽油了 对对对对 那只能用那个铁价来那个 因为他们的停车格非常的少 所以就是真的是非常难停 环路于民虽然是美意 但一开始直接把规则拉到最严 引发反弹 毕竟各地商圈生活状况都不同 县市政府自己订定规则 未来还是得公布清楚 以免民众捕撒撒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新月市间明星手爸爸 带着一岁的小朋友搭公车 大包小包拜托公车 司机稍微等一下 结果没想到车子还是移动 差点跌倒 难道现在搭公车也是地狱吗 尤其带着小朋友 4号早上 王先生带着小孩在新北市永和 搭214路公车要去托儿所 下车时却差点受伤 脚要踏出去 然后这时候公车就在这个时候 就是往前 那等于是他是在 就是车门打开的情况下 而且我要下车的这个瞬间 他往前 所以造成我就是重心突然不稳 只要带着小孩 就会像这样大包小包出门 而当天上的东西 更是多了好几倍 当时王先生 左手提着床垫被子 右手拿着雨伞悠游卡 前面抱着12公斤重的小朋友 背后还有各种婴儿用品 又下车时 有三个人不等先下后上 强着上来 已经让他觉得很夸张 没想到他一脚才刚踏出去 车却突然起步 害他差点连同小孩 一起摔出车外 如果我这样子这样面朝下倒下来 那我要怎么护住我的小孩子 那我小孩子如果压伤了手压断了手 那这件事情 我是知道绝对不可能会有人来赔偿我 或者是怎么样 顶多就是一个慰问的道歉和红包而已 车门打开的话 它会有一个安全装置 它会把油门断开 那如果说是有拖度的话 刹车没有踩进 有可能会移动 公车业者表示 当时可能是刹车没踩紧 导致车辆稍微往前移动 而非踩油门起步 也会在约谈司机聊起情况 但王先生说 不只司机 连蜂涌而上的乘客也很急 只希望大家能有多点同理心 在高雄迷陀有大批的燕子过冬 但是非常大量的排泄物 寓雨过后 却让很多骑士大话摔车 一到傍晚 乘群的燕子飞来 电线赶上全被他们占据 除了吵之外 地上白花花一片 都是他们的杰作 但现在数量太惊人 结果出事了 女骑士连人带车惨摔 机车倒在地上 远景赶忙上前处理 因为当时飘了细雨 水分作用之下 地上厚厚一层白色陷阱 害惨了路过骑士们 接连路七辆机车惨摔 地点就在高雄迷陀的中正路上 四号一早八点多 发生摔车意外后 旅长也赶来摆放三角锥 联系清洁人员 把骇人的小鸟排泄物清除干净 而脸书社团也有骑士 PO出自己摔车包扎后的照片 很惊讶才换的轮胎 骑过去竟然还会打滑 希望这夸张问题 能够受到重视 只是这一区变那一区 那一区又赶来这一区 所以就是目前是无解的状态 昨天比较严重 刚好就连续跌倒 跌倒再跌倒这样子 就摔车 应该是说摔车 其实蛮困扰 因为冬天的时候 开车在这边停一下下 就会就要去洗车 已经十多年了 叶子们每到冬天就会出现 牛类专长说 是因为要避冬 而且他们喜欢固定的地点 想要赶是赶不走了 当地里长只好每个礼拜 请人家常清扫 避免又有无辜歧视 因为这冬天限定的白色陷阱 惨衰受伤 TBS新闻 艾舟贤刘玄 高雄报道 T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又参加总 是 выд 谢谢大家